宝贝,明天休息,陪我一起去看电影吧。 好啊。 电话里,林柔的声音娇媚无比,听得我一阵心痒难耐,林柔是我谈了一个月的女朋友,我俩是在一次聚餐中偶然认识的,那天我过去本来是为了见见几年没见的校友, 结果看到了角落里坐着的林柔,女人巴掌大的小脸,一双桃花眼笑眯眯的清纯又可人,往下看,她竟然还穿着一条紧致又迷人的黑丝,那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在黑丝的陪衬下,更加诱人,见我眼睛都看直了,学长捅了捅我的胳膊。 怎么样,漂亮吧? 我点点头,诚然毕业以后,我也算是见了不少美女,但是林柔这种极品还是很难遇见的,漂亮就过去搭话啊,等什么呢?单身狗。 这,不好吧?我有些害羞,有什么不好的? 学长推了我一把,反正大家都是校友,也等于半个老同学了,你小子长得又不丑,怕什么? 我一个不小心,直接扑向了沙发上的林柔,感觉到手下柔软又Q弹的触感,我当然知道自己无意中摸到了什么,为了不吓到她。 我立刻道歉,对,对不起啊,美女。 没事。 林柔小声地应了一句,声音又甜又迷人,草。 我当时就控制不住了,没想到这妹子不仅长得好身材好,就连声音也这么酥的吗? 我更加的心潮澎湃,接下来就和林柔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。 通过交谈,我发现她目前做着空姐的工作,待遇还算不错,但也是单身,没办法,因为工作时间的原因,前男友嫌弃我没时间陪她,很快就跟我分手。 林柔的声音带了点难过,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 立马握住了她的手,没关系,你还有我呀。 不如,我们试试。 可能那天喝得有点多,林柔的笑脸飞一般的红,犹豫了一下,便点头同意了。 第一次约会,我们也是在电影院,约会嘛,还是要选择那种有氛围感的地方,我还是很懂浪漫的。 为了满足小女生要求的浪漫,我特地选的爱情片,电影院里面灯光昏暗,我们俩个人坐在一起挨得很近。 大荧幕上男女主相拥在一起,气氛烘托得恰到好处,我看向一旁的林柔,她巴掌大的小脸上满是认真。 一双水眸动人又诱惑,我情不自禁地摸上了她的大腿。 宝贝,你真好看,我以后会一直对你好的。 真的吗? 我重重点头,然后拿出艾薇事先准备好的玫瑰花,林柔很是动容,直接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 我激动非常,正要给她回应一个法式热文,就见她又专注地看电影去了,那纯洁无比的小脸和我此时的老色P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我当时就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,操,惊虫上脑了,哪有第一次约会就干什么的?男人就是贱。 我慢慢受了不该有的心思,可那么一个活生生的大美女在身边,还是忍不住起了冲动。 电影结束,林柔说起,自己去上厕所。 让我等她一下,说完就把手机递给了我,一开始我还没在意,可她微信提示一直在响起,我觉得有些烦,就想把提示滑掉。 可这一看,就看到了个什么特殊服务VIP群,我顿时愣了,特殊服务,哪种特殊服务,林柔出来。 我没忍住问了她一句,哎呀,就是一个会员群,淘宝用的。 林柔看我起疑,不在意地解释了一句,我立刻点头,懂事地给她转了一千大洋,买,只要是小柔喜欢的,咱都买。 林柔开心地收了钱,那天晚上,我恋恋不舍地送她回了家。 之后的每次约会,她也是消息不断,经常约会到一半人就走了,我慢慢懂得了,为是要她那么漂亮,却没有男朋友的原因,因为真的太忙了。 但是好在,我生日快到了,这下林柔总该陪陪我了吧,跟林柔说起来这事的时候,她先是愣了愣,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,红了小脸说,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要生日了,但那天是我的牌班,老公乖乖在家等我,我给老公准备了惊喜哦。 我还没反应过来,愣愣地问,什么惊喜?哎呀,就是那种惊喜了。 林柔又羞又气地跺脚,我才恍然明白,我草,兄弟等了这么久,生日那天终于可以等到拳雷打了,我激动地抱起林柔转圈,还是我家老婆会疼人。 但生日那天,我并没有听林柔的乖乖在家等她,而是瞒着林柔偷偷查了她那天的航班,买了她服务的那辆飞机的机票。 却没想到,也这是这次飞机之旅,让我发现林柔的服务秘密。 头等舱的票很贵,但盛载服务真的没得说,飞机刚起飞不久,就有空姐扭着腰过来,给我要联系方式,先生。 我是跟您投演员财家您的,您就同意一下呗,说完,还对我抛了个媚眼,同意申请,我还会给您私人福利哦。 不用了。 我黑了脸,头等舱这些空姐怎么回事,看起来跟小姐似的,我已经有林柔了,才不会在外面乱搞。 空姐看我不给面子,笑了笑没说什么,转身就找另外一位顾客了,而我望着窗外的风景,满心满眼的都是林柔,一会一定要给林柔一个惊喜。 先生,请问您需要什么吗?熟悉的声音响起,我转过头看着她,林柔下的脚步一顿。 强子,你怎么会在这里? 林柔看见我惊讶极了,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,没人注意到这的小插曲,我干脆搂住她的腰,撒娇,今天可是你老公的生日,我当然是来看自己的亲亲老婆了。 一边说着,还安慰道,没事,你就正常上班,今天我陪你下班,不耽误你的。 林柔眼中浮现一阵感动,那,好吧,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。 看着女朋友离开的背影,我满心都是幸福,因为上飞机前喝了很多水,所以我有些想去厕所。 却没想到,刚一到门口,就听到了里面若有似无的声,饮我草。 我按骂一声,难道有人在飞机上,我只感觉一阵的口干舌燥,正在考虑要不要回去的时候,门开了,林柔看着站在门外的我,小脸红的跟番茄一样,强,强子。 小柔,你这是,我话还没说完,林柔看着周围没人,就把我拉到了厕所。 强子,你想不想那个? 啊,我愣住,完全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,下一秒,林柔就迫不及待地亲了上来,我顿时瞪大了眼睛。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顺利成章了,没人可以拒绝一个美女的头怀送抱,尤其是这个美女还是我的老婆。 结束之后,我看着满面通红的林柔红的眼眶,小柔,你对我这么好,我,我,别说话。 林柔又亲了过来,强子,你也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。 我俩在厕所鬼混了很久,最后我确认外面没人后,才跟她一前一后地出来,回答位置上后,我的心情久久都没平复下来,只觉得又刺激,又幸福,幸福到我忘记了,我去厕所之间,林柔一个人在厕所那莫名的甚。 银,等我想到要问这件事时,林柔已经躺在了我的身边,看着那娇媚无比的小脸,我无论如何都开不了口,也许,小柔之前只是偷偷给自己买了小玩具吧。 我这么想着,生日就这么过去了,尝过飞机上的甜头,我就像柯,要似的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这种感觉,接下来。 我一次又一次买了有林柔的航班接她下班,强子,明天我早上的飞机,记得来哦,林柔的声音还是那么魅惑,我想都不想的就答应了,那天机票的价格很贵,我像是为了要值回机票的钱似的。 发疯的在林柔的身上发泄着,林柔下班来找我的时候,腿都是软的,耳并思摸间,她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,强子哥哥,你是我见过最大的。 这话顿时让我兴奋了,只是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呢?最大。 什么最大? 林柔眼珠子一转,手笔最大的人,毕竟还没有人为了追我,直接追到飞机上的呢,我笑了,我老婆这么美,花载多都值得。 当天晚上,林柔表现得很卖力,和林柔在一起的这段时间,我的状态也好了不少。 整个人荣光焕发的,可烦人的经理却仍然在没事找事,张强上班看什么手机,这个月工资是不是不想要了。 经理不由分说地抢过我的手机,上面发过来的正是银行的欠款通知。 他看着我那条短线,顿时开始大声地讽刺,没想到我们强子哥也会有缺钱的时候啊。 别是拿去嫖了吧你,你才出去嫖了,把手机还我。 如果不是现在人多,我肯定把经理按着打一顿。 四十出头的年纪了,还天天在办公室行,赛饶我们女同事。 被他老婆抓了,不知道多少次。 他到底是怎么有脸说我的? 经理看着我一身腱子肉,顿时怕了。 把手机还给我之后,还阴测测说着,你肯定不是嫖了,就是拿去养鸡了。 我晾了晾拳头,他顿时闭嘴,我看着手机上临柔的背景照片,小心翼翼地呵护着,我有小柔,还需要个屁的鸡。 下班后,学长给我打来电话,学弟啊,最近院里面有个聚会,你一起来啊,学院里几个美女都要来呢。 我叹了口气,苦逼地说道,算了,你们玩得开心,我就不来了。 怎么了这是? 学长惊讶,以前这种活动,你不都是冲得最起劲的吗? 在学长的一再追问下,我只好承认了自己和林柔在谈恋爱,毕竟已经花了不少钱。 电话那头静默了一会,学长笑,我那天就是说说而已,没想到你还真和林柔勾搭上了啊。 学长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 没啥。 学长打着哈哈,谈恋爱这种事吗?玩玩而已,别太当真。 我总觉得学长这话怪怪的,谁不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? 但是还没来得及问,他就给我支了个招。 你可以考虑租个小房子,不用很大,能住就行,一个月也就小几百,对你来说压力可以小很多。 一语惊醒梦中人,胸口的一块大石头,一下子就没了,我怎么早没想到呢,进屋藏娇不就好了? 又可以享受,花的钱还少。 我连忙给学长道谢,多谢哥,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,下次出来我请你吃饭。 没事,没事多注意你家老婆吧。 学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,就挂了,我一心想着林柔,也没多想,直到后来我才明白,为什么学长会这么说。 说干就干,我赶紧趁着林柔心情好的时候,跟他一嘴租房子的事,他很痛快地就同意了。 搬完家,我俩又快乐地睡了一觉,结束后,我看着身边千娇百妹的林柔,心中说不出的满足,谁能想到飞机上一脸正经的他,床上竟然这么有人,林柔不知不觉中睡着了,就在这时,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。 屏幕上显示,是来自一个名叫特殊服务VIP的群,我顿时愣住,这群,不就是那个淘宝群吗? 我本想着将手机放下,毕竟窥探别人的隐私不好,可上面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蹦出来。 让我心仰难耐,最终,我用林柔的指纹解锁了手机,我满头发汗地滑动着群里的消息记录,很快就发现,这根本不是什么淘宝群。 群里的聊天记录,看的人脸红心跳,里面的人不是自称小姐就是大哥,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群,王大哥今天是坐的哪般飞机啊? 需不需要来我房间里面休息一下? 上次王大哥来的我房间,可厉害了,我下季的时候,腿都在疼,王大哥还额外给了我好多的小费,最爱王大哥了。 看着群里面的那些乌言晦语,我感觉我的世界都坦塌了。 这和淘宝有这么半毛钱关系,这不就是一个约泡卖的群吗? 这么多大哥这么多小姐,我为你一阵作呕。 我一把将林柔从床上拉起来,将手机贴到了她的脸上,生气地问,说,这是什么? 林柔看到那个群的时候,顿时愣了。 强,强子哥,你听我说,有什么好说的? 我只觉得,现在恨不得给她一巴掌,林柔,是我对你还不够好吗? 你竟然背着我要去卖。 一边说着,我就要穿衣服走人,林柔可能真的被我吓到了,立刻拉住我。 一边哭着一边求我,强子,你和谈了好几个月了,难道你还不相信自己的老婆吗? 这群就是他们拉我凑人头的,我进去之后就忘记退了,从来没有和里面的人聊过。 你不相信我,难道还不相信自己吗? 林柔哭得梨花带雨,我也慢慢冷静了下来,和林柔谈恋爱的这几个月,我确实是在各方面都很卖力,可以说是二十四孝模范男友,说她背着我搞野男人,也得有那个经历,真的。 你真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。 我色声问道,林柔立刻点头,我发誓,真的没有做过。 看着发了毒誓的林柔,我心里的不快慢慢消除不少,最后说,那你把裙退了,我就原谅你。 林柔很听话,退裙之后,甚至还让我检查了她的手机,确定没什么之后,我这才慢慢放下了戒备, 可这件事,就像一根刺一样,一直卡在我的心里面,让我日夜难眠,就连在床上的兴趣都大大减少了,不再有那种痴迷的感觉,郁闷了太久。 我还没想到,这件事到底要怎么解决,学长却又给我发微信了。 交谈间,我把这件事跟他吐槽,学长听完以后笑得诡异,林柔嘛,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 这样一个人,什么人,我有些疑惑,为什么学长看上去很了解林柔的感觉? 但是,脑子里突然想起来,当时林柔说过,是他见过最大的,难道他说的别人是学长? 我气得浑身发抖,正要打字问个清楚,学长又说,我之前听我们班当空姐的女孩子说,确实是有这种群,林柔说的也没错,大多都是凑人头的。 毕竟他们当空姐的,月薪也不低,肯定看不上这个。 我一想,学长说的没错,当下给他回了个泄了的表情包,就没再管这事,本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。 然后几个星期以后,林柔忽然给我发消息,老公对不起啊,公司临时加班,今天我要晚点回家了。 我的眼睛紧紧盯着聚餐两个字,不知道为什么,总有种很不对劲的感觉,但我表面上什么都没说,只回了个好,那边的林柔很快给我回了个亲亲的表情包。 我没理,独自去了航空公司找他,哪知刚一到他们工作地点,就听到了几个空姐的谈话。 姐你看那边,那个人是不是就是柔姐的男朋友啊,就是他呀,整天跟个神经病似的,害得我们大本营都没了,烦死了。 没错没错,我现在在二群里面,几个大哥都还没分清楚谁是谁呢。 行了行了,都少说两句吧,人就在那坐着呢。 等会被他听见了,给柔姐添了麻烦,看柔姐怎么收拾你们,一群人嘻嘻闹闹的,就这么互相推挤着离开了,留下猛逼的我在原地,二群,他们还有二群。 这下说什么,我都不相信凌柔没有过那种服务了,一想到腹白貌美的大长腿还被别人压在身下过,我心里的怒火就不受控制地燃烧起来。 凌 柔 这个贱人 我正想去找他问清楚,就见他迎面走了过来,看见我他心事一愣,然后表现得很开心。 老公,你怎么来了? 他扑向我,我却没理他,看见我非常难看的脸色,凌柔才后知后觉地问道,强子,怎么了这是? 回去说,我用力地把他拉走,回家的路上,我们彼此沉默着都没说话,直到我看到一个破旧的手机垫,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,我跟凌柔说, 等我一下,手机今天不小心摔了一下,重新贴个膜。 哦,别让我等太久。 凌柔应了一声,我进了手机店,和手机店老板说明来意,然后他就发给了我一个小程序,这个,装到你老婆手机上之后,就能随时定位到他去了哪里。 放心,不会被人发现的,我这边回头可很多。 看着老板那意味深长的笑容,我觉得自己的绿帽越来越重,什么都没说,就付了款。 回去之后,我问了凌柔二群的事,凌柔像上次一样,给我扯了堆莫名其妙的理由,既然这么听话,那把手机给我看看。 凌柔只是犹豫了一下,就把手机给我。 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,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小程序安装上了。 完事儿,我把手机还给他,笑着打哈哈,果然是我的亲戚老婆,是我错怪你了。 凌柔翻了个大大的白眼,然后继续跟我撒娇,可,我的心里就是开心不起来,这件事情过去了好久,凌柔的手机定位一直都是正确的, 包括我几次查岗,也都是刚好一致,我每天像个神经病似的盯着手机,同事们都打圈,我是疯了,可不是疯了吗? 被人戴绿帽戴疯了,我心中冷笑,凌柔那边却始终是没什么异常,直到我快要坚持,不下去放弃的时候,凌柔给我打了电话。 老公,今天有个聚餐哦,晚点到家,你去忙吧。 凌柔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奇怪,和往常一样挂断了电话,我倒是要看看她到底在忙些什么东西。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,我打开了那个小程序,果不其然,凌柔的地点显示在某一个大酒店,厉害啊,凌柔,你是真的牛,居然真的忙到别人床上去了。 一想到她之前借口要加班,我在出租屋等她的样子就恶心,来不及思考太多,我拦了车子,就往大酒店赶过去,我寻着定位,找到了他们的包间。 砰的一声踹开了门,几张惊慌失措的小脸出现在我面前,当然,凌柔也在,强子,你怎么会来这? 凌柔一脸惊恐,我扫尸了一圈,这竟然是和几个女人的酒局,酒桌上并没有其他男人的痕迹,想你了,想来见见你。 我强压下内心的不爽,抱负性地在她胳膊上狠狠地捏了几下,凌柔瞪我一眼,我跟她的小姐妹打了招呼,就借口去厕所,然而我刚一离开,凌柔的闺蜜就到,还好还好,要是被发现,我们两个在做特殊服务,凌柔姐,你岂不是死了? 是,凌柔还没来得及阻止她闺蜜,我就已经窜了出来,好啊你,我一把抓住凌柔的手腕,你果然背着我偷,行,你给我回家。 啊,凌柔惨叫着,强子你别这样,放开我,她闺蜜见此,也连忙拉着她,场面一度十分混乱,直到凌柔娇和一声,够了,放开我听见没有。 她在我面前一直温温柔柔的,可从来没这么生气过,我眼圈顿时红了。 凌柔,凭良心说我可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,你竟然,没错,我确实出轨了。 眼见瞒不下去。 凌柔顿时破罐子破摔,但强子,我是真心爱你的,天底下还有这么可笑的笑话吗? 她上来拉我的手,非要往她的胸口贴,我觉得恶心,直接甩开了她。 算了吧,你的爱我可承受不起。 干些这种不干净的勾当,我要去警局告发你们。 丢了男人是小,若是这个行业都被查抄了,那损失才是真的大了。 凌柔和小姐妹对视一眼,两个人顿时强硬地把我压在了包厢的沙发上,感受着他们胸前的压迫,我只觉得有羞又怒,这两个人是要色诱我吗? 哥不是嫌弃我们这个行业不干净不好吗?那我们就让哥哥体验一下,了解了解这行业的好处。 没错,强子。 凌柔也在一旁煽风点火,你以后工作上遇到什么搞不定的客户,也可以把他拉到我们这儿,我们给他吹吹枕边风,不就成吗? 互利互惠的事情啊,强子哥你还在犹豫什么? 一边说着,两人就要扑过来,我直接落荒而逃,逃出酒店之后,我直奔警察局,可当我把车停在警察局门口的时候,又忽然退缩了。 现在做这种灰色生意的人不少,而且我和凌柔之间的那点证据,只能说明自己是被绿了,根本就不出来他们背后这个组织。 我现在要是真的去告发他们,那就只能是打草惊蛇,我在车上抽了整整两盒烟,这才是驱车离开,回家推开门之后,我看到了凌柔,他似乎很笃定我不会告发他们。 此时围着个半透明围裙跟我说,欢迎回家主人,我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餐哦。 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,我毫无胃口,滚开,别恶心我。 林柔脸上的笑终于挂不住了。 看我心硬如铁,又开始哭,正在这时,经理咆哮着怒骂我的短信一条条发来,想起来,他们说什么麻烦都能解决的事情,我烦躁地看向林柔,我经理最近蛮烦,能解决吗? 林柔一愣,然后就疯狂点头,放心,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。 强子,你要相信我,我推开林柔靠过来的身体,退后一步,那我把她微信推给你,解决了之后,咱们再谈。 不得不说,林柔的表现很出色,我当天刚把经理的微信推给她,第二天,经理就把我叫到了她的私人办公室。 然后破天荒地对我露出了笑脸,强子,没看出来啊,你还挺会办事。 经理笑得一脸猥琐,昨天那个姑娘真是让人骨头都酥了,听说还是个空姐,经理。 我忍着心里的恶心,给经理排油解难,是我应该做的。 经理先是一愣,然后就拍着我的肩膀连夸我办得好。 接下来,经理甚至把好这口的个人领导,难缠的客户都推给了我,我这中间商做得越来越红火,再加上,我又工作努力,后面的日子变得格外顺畅,工资加了一次又一次,反观经理,已经深深陷入了空姐的温柔乡,把钱花了个底朝天。 工作上出了大披露,也就是那一次,我借此机会将他挤下了经理的位置,取而代之,经理下台的那天红着眼睛骂我,张强,我他们真是看错了你这个白眼狼了。 你这个混账东西,老子白给了你资源,你以为自己能够独善其身吗?经理喊破了喉咙,都没人帮他。 因为我已经让保安把他给轰了出去,VIP服务群每天都在叮叮咚咚的来消息,三个月后,我知道,差不多是时候了。 这天,我们公司老总忽然召见我,看着他大富贫贫的样子。 我一脸恭维地笑,早就听说,周晓手底下出了一员大将,原来就是你啊。 周晓,就是我刚倒台不久的经理,我仍然在和老总客套,王总别这么说,周经理现在人虽然不在了,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上司,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,哼。 我话还没说完,王总便冷哼一声,周晓下台,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他那个大舌头,迟早把我们的事情败入给警方,说完,抬头看了我一眼,强子啊,我觉得你比周晓聪明很多,好好干知道吗? 你王哥我可是很看重你的。 当然,当然,我一阵地点头哈腰,老总走了,我额头上的冷汗却慢慢流了下来。 原来周晓当初在办公室那么放肆,全是因为有王总在背后推波助澜,我就说,为什么有些难缠无比的客户总是会找周晓? 而我们公司的业组一直是众多子公司里面最高的,原来,他们一早就干上了这档子事。 他们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人? 而经过林柔,无意间捅破了他们这层窗户指的我,最后又该何去何从? 我在公司声之声的越高,王总那边见我的次数也越来越高。 他甚至开始有意无意地带我去一些高级场所,里面全是个行各业里的老总,在那种宴会上。 我甚至见到衣服在别人怀里的林柔,我装作看不见的样子走过,内心毫无波澜,王总对我的防备心越来越轻。 半年之后,甚至是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公司里的核心机密,我知道,差不多是时候了。 那天,公司里面忽然涌进来无数警察,个个穿着制服,看起来气势汹汹,王总还在我的办公室没离开,看见这阵仗,先是愣了愣,然后就安慰我,强子别怕,他们只是来进行防诈骗宣传的,我信他个鬼。 我急得冷汗直流,一把抓住了想要从后门逃走的王总。 王总,您别不要我了,这一年来我可是为您做牛做马,您怎么能先自己跑了呢? 我的声音很大,警察很快闻声赶来,王总在我身上踢了好几脚,都没把我给踢开,张强,你有病吧? 我他妈都让你干嘛了,你放开我,快点给我放开。 卧槽,我真是日了你,王总正在疯狂挣扎的时候,警察破门而入,都别动,警察。 眼看着公司的人都被制服,王总终于是慌了,我们是合法公司,你们这是在干什么? 小心我告你们,告我们,警察冷笑一声,然后就拿出来一张逮捕令,王总,你涉嫌非法进行色情交易,被捕了。 看见逮捕令的时候,王总整个人才愣住了,什么鬼? 这事儿,跟我可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,我上面可是有人,你们敢抓我? 怕,手上被戴上的银色小手镯,王十终于绷不住了,我招,我招,都是他干的。 他指着在一旁装作透明人的我,破口大骂。 我早就发现这个张强不是什么好人了,警察同志,我可是个良民啊,你们要查清楚在办事。 他干的事情我都知道,你们放了我,我就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你们,好家伙。 怪不得这混蛋最近对我这么好,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 他搜集我的犯罪证据,就是想让我当替罪羊,我一阵冷笑,王十,都到了这个时候了,你还装什么? 张强,我装什么了? 你可别乱说你,我慢慢起身,走到领头的警察身边,给了他一个油盘,证据都在这里面了。 表哥。 什么?直到现在,王十才反应过来,自己竟然是被我给骗了。 他扑过来就想打我,却很快被其他警察制服。 我他们真是瞎了眼了,张强,老子到底对你哪里不好,你竟然去当警察的卧底。 你,王十被带走了,耳朵也终于清静起来。 表哥拿到优盘之后,很快便给王十定了罪,被牵扯出来的还有一系列的大人物,只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了。 彼时,我已经带着这次卧底成功的奖金回老家了,在那里,我认识了一个干净漂亮的姑娘。 很快我们就相爱了,她会是我的妻子,至于大城市里发生的那些事情,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,直到我结婚的那一天。 我正忙着应付喝酒,手机上突然收到表哥的消息,上次卧底工作干得不错,要不要继续? 我看着短信,快速回了一句,不了。 整个行动过程中,我不是没有深陷危险过,我也明白,如果再坐下去,牵扯出来更多人,我肯定是被牺牲掉的那一个。 我现在已经有了爱人,何苦再趟这趟浑水,是非成败,转头成空,当年在大城市打拼的日子,就像是难科一梦,而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